直播 有请《武林龙》中队 主持人 刘温 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 还有虎牙直播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 我是武林龙中队的主持人刘文 欢迎大家来到禅宗祖庭 功复圣地 松山少林 这里是武林龙中队 虎牙功复佳年华 第四季的现场 这一季游戏 由我们河南卫视武林龙中队 联合虎牙直播 强强联手推出了PLUS版的 功复圣殿 而且今年我们将会在少林 太极武当永春的 发源地推出四场 功复圣殿 旨在向中国的传统功复致敬 同时致力于将中国的传统功复 融合突破 并且将CHINESE功复 以更加崭新的形象 推向全世界 河南卫视与优沃集团 中心联集团联合打造的 中国顶级综合格斗赛 是武林龙中队 感谢优沃集团 中心联集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本节目由瑞补恩赞助播出 母乳是最好的 亲乳奶粉选瑞补恩 那现在呢 这里是我们今天比赛的第二现场 我是主持人韩燕 我是台台 大家好 我是魏瑞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虎牙的一名游戏主播 我叫梧桐 魏瑞你也给大家聊一聊吧 今天比赛 还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 第一次我是他们主播的导师 是 昨天跟药水说的是 跟他这个布置 跟向左打的这些激战术 向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练过 他有这个传统武术的功底 因为这个套路更多的是 去展示这些动作 怎么去看着好看 怎么看着更酷 但是格斗是真正的是 这些事实要打在身上 是这种 最看好的是一个 70公斤 韩文豹跟欧阳峰 他俩也是二番战 这一次被称为最强打击之战 那我们就马上要进入到我们 比赛的现场了 我们去看看 今天晚上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的比赛 2021 中国武林大事件 少林 太极 武当 永春发源地 四肠定基格斗 致敬中国传统功夫 天地之中 中华故唱 武林龙中队 古牙功夫加年华 首战走近 宋山少林 各位 你们准备好了吗 武林龙中队 金腰带 骁龙 武林峰金腰带 郑军峰 一场比赛 两种规则 携手上演同门对决 大魔王瞄解 一一敌五 柔术车轮大战 功夫影星向左 百炼成钢 嘉年华实战首效 少林第一战不能输 虎牙主播张大仙 化身泉水指挥官 兄弟们把保护 偷在工程上 跨界达人 药水哥 C妹 扛压归来 今晚我会让你 谈谈所谓 真正的空腹 弹幕已经封了 好 直接 武林龙中队 虎牙功夫加年华 让格斗变得更有趣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 河南卫视联合虎牙直播 共同推出的 武林龙中队虎牙功夫加年华 比赛现场 那接下来为您奉上的是一场 硬汉之战 这是一场 61公斤级的 综合格斗的较量 蓝方运动员 他来自青岛 新疆搏击俱乐部 有请蓝方运动员 孟克托格斯 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武林龙中队虎牙功夫嘉年华第四季的比赛现场 我们在中国郑州松山少林我们已经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 我是平原雨晨 那这场比赛是我们今晚的一场专业赛事 是硬汉之战 那么对阵双方分别是洪峰 沙买提 沙纳提 一位哈萨克族的小伙儿绰号猴子 看来猴子这一腿的平衡并没有掌握好 他的职业战绩子是十三战十胜 的确场地略微有一点点失滑 毕竟是在大雨当中进行的一场比赛 而沙买提 沙纳提 大家对他的了解可能会更多一些 他是属于一种在赛场上 极为灵巧的运动员 而且时不时的总能打出一些 会让人觉得非常有创意的拳和腿 也是一位综合实力比较强的运动员 好的 莫克托格斯他的摔法是相当的凌厉 好在沙买提 沙纳提注意力非常的集中 第一回合一上来打到现在 感觉沙买提 沙纳提这边 尤其是在自己拳法上主动进攻的输出 会更加的主动和积极一些 而莫克托格斯这边则是更多的去打防守反击 就是一个扫提给出 这个进攻输出给的还是不错啊 上麦提 有一个前刺 所以连续的进攻输出应该会在进攻的主动性上 在这回合帮他拿到不少的利好 那么我们现在反观 莫克托格斯这边 感觉第一回合打的有点过于保守 两个人在你来我往的拳脚试探当中 他更多的是想去打防守反击 但是我们也并没有看到 就是他的第二意识的动作 能够拿出有多少有侵略性 有进攻性的动作来 基本上就是对手给一个之后 马上就有走开了 往前掏了一拳给一个中扫 好的马上下潜抱摔 但是莫克托格斯依然注意力非常的集中 连续给了几个锤击 被对手顶到龙往边 继续的来给锤击 掏了一个腋下 把对手往上拉 要把对手给推开 往外去推 但是右手的手臂被对手控制很紧 甩开了 继续回到战力当中 刚才的这一串进攻 虽然是由莫克托格斯这边发起的 但是他在这次进攻当中 并没有讨到多少的便宜 先是下潜的抱摔被对手防住了 然后马上拉起来的过程当中 又挨了不少的锤击 所以他个人在整个进攻的主动性上 还是需要再往上去提一提速 又是要摔 这次摔并没有把对手给带到地面 反而是让对手拿了一个背 虽然把位不好 往龙往边爬 要借龙往的力量 看能不能站起来 破坏莫克托格斯的 起身节奏和身体重心 但是蒙古族的小伙儿 因为常年洗练蒙古胶嘛 所以在中心的把握上 应该做得一般会好一些 拿一个断头的把位 但是这个位置 孟克托格斯似乎并没有太想好 究竟要做什么 第一回合还有十秒钟 马上结束了 就给了一拳 这拳的是三百题三大题 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看下整个第一回合的比赛 我们会发现相买的相乱的 的确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自己主动进攻的输出 会比对手要更多一些 而孟克托格斯这边 去大方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不知道局间的时候 教练团队会不会给蓝方选手 蒙古族绰号蓝鹰的孟克托格斯 这边一些新的战术安排和打法 尤其是这场比赛 如果双方 不然的话着实是会有一些可惜 对自己的前次可以多打一打 身高臂展上几乎都没有差 那么双方基本上是一个五五开 第一回合 三百题香大提的主动进攻 的确要比他多很多 这个高扫 对 这就是沙买提沙纳提的风格 就是快进快出 好的 进入到地面 第一次拿到了一个优势把位 来做一个压制 看看这个压制的过程当中 孟克托格斯这边能不能 多抢一抢自己的进攻输出 让自己在第二回合的优势 显示的更加明显一些 继续前顶对手 持续的这样打控制 对于孟克托格斯来讲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在战力过程当中 他明显没有讨到太多的便宜 哎往上挂腿了要小心自己现在是两条手臂都在三脚扣内 吸盾过来转过来看有没有能够去80度的机会 已经丢失了 连续的给锤姬 哇在下位的三百提三大提 侵略性依然表现的极为强悍 继续往上去压对手 好的起程过来之后继续进半防 然后要去顶对手 一条腿去踩跨 另外一条腿搭蝴蝶沟 看能不能把对手往外给弹一下 还是想要往上去挂腿 要去做一个动作 翻身过来 身后因为有龙王 已经没有空间了 推对手的头 这个腿不大好往上挂 还是略位有些可惜 连续的来再给一部分锤姬 然后来控制对手的双手 不让他给予太多打击的空间 继续给锤姬 小心不可以抓龙王 而孟克托克斯 现在是选择了压制住对手之后 持续前顶 看来他应该是想用这个优势的把位 来控制整个比赛的节奏和目前的局面 最后十秒钟 第二回合即将结束 双方应该会以这样的把位结束这一回合了 那果然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要不让他走 不再痛 你们珍惜 Silver 调之火 Like我defined 再三寒 眼纳 一百分钟 有被 histor 有被准ата 有ię 有被 有被 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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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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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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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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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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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蓝方选手霍克 官方游戏策划 游戏策划霍克 今天晚上的对手 是他策划这个游戏当中 玩的最好的一位 他是我们虎牙知名的电竞主播 三射 蓝方选手霍克 身高181 臂展181 首战 红方运动员三升 身高1米70 臂展169厘米 同样是第一次亮相格斗赛场 这是一场精彩的主播之间的超级战 本场比赛三回合 每回合两分钟 武林龙中队虎牙功夫嘉年华 现在开战 他给你说的时候 是 这么多两分钟 很厉害的 他给他 他给你 他给你 他给他 他给他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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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这里是武林龙中队虎牙功夫嘉年华第四季的比赛现场 我们在中国郑州松山少林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情况 我是平原雨晨 在我身边有一位美女搭档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虎牙直播的主播梧桐 在场上的话是我的两位老朋友 三生和霍克 希望他们今天可以全力以赴 都熟是吧 是的 好 我先问一下你希望谁赢 这个真不好说 真希望两名选手能够全力以赴 让他们知道咱们业余是不输专业的 对 我刚刚看有一个人好像还换了个架 就蓝方选手 才能够换架 对于霍克来说 是的 霍克刚才还有一个换架的情况 我看到双方其实在硬件条件上的话 霍克应该是更胜一筹 对 霍克这边的身高我们拿到的数据是181公分 逼展是179公分 而三生这边个子可能要低很多 166公分 逼展167公分 是的 不管是从这个身高上还是臂展上 都是咱们的霍克更胜一筹 对 哦 这个扫提给的不错 而且 刚才我们通过比赛之前的花絮当中 还能够听到两个人为了这场比赛 好像准备了很多 是 三生其实平时现实都是经常锻炼的 然后这次为了这次的比赛也是 每天说多锻炼三小时 对 这三个小时都干嘛了 我想应该是通过我们的比赛 我们一会能够看出来具体锻炼之后的战果 是 它两个平常谁的运动基因更强一些 感觉应该是霍克吧 应该霍克更好一些是吧 对 对 而且上来之后感觉更 尤其在进攻端啊 主动 我的感受就是更加积极一些 对 更加主动 但三生化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性格比较的 就是喜欢去正面高 所以说他今天这场比赛也是比较有攻击性啊 能感觉到就是哥脾气不好是吧 能动手的事绝不吵吵是吧 没错 好 转眼间第一回合已经结束了 还有几秒钟的时间 刚刚我已经期待了帮助的响声 好 两个人 我个人觉得啊 还是霍克这边给的都是稍微多一些 是啊 第一回合看完你什么感受 感觉的话 两位选手肯定是赛前是有做过急性的 就有些包括出拳的话 其实还是看得出来有练过 有练过 对 有的时候 尤其是我个人觉得 霍克这边啊 因为他的兴高和臂展的优势在他放点 对 而且对于他来讲 可能出拳的线路可能打得会更容易些 会不会进攻范围的话 就攻击范围会更广一点 对 而三生这边目前的这个爆架啊 第一回合拿的不是那么的好 不知道第二回合会不会有一定改观的情况出现 是 咱们两名选手也是进行他们的一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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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练习自由搏击的 朋友可能都从直拳开始练起 但是比赛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实战过程当中打直拳的机会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 是 腿部的进攻动作好像也在这场比赛看好像稍微少一些 对 因为我们本身今天的这个场地可能就比较会湿滑一些 对 而且从之前前面职业运动员的比赛我们也能够看出来 容易滑倒 对 三升的这个报价拿的的确是不如霍克 而霍克又占尽了身高必展的优势 是 所以我估计我应该会把我们两个人之间预测赢的机会留给你 而且霍克感觉在这个步伐上运动的会比较更多一点 是 其实我们来看 三升其实是更多的时候占据了擂台的征服心 对 然后但是霍克是在不断的向自己的就是右侧做的更多的一个侧滑步 是的 然后来不断的游走其实是在带着三升在走 是 来 起一腿 霍克对自己的头部保护做的很就是很抓重啊 对 就是报价会更好一些 是的 是的 而我们平派一个比赛他的出拳进攻不仅仅是他进攻的就是频率上啊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打了很多拳其实都被对手给挡到了 这个我们在比赛当中是不会被算作有效进攻的 好 好的 你这两位同事已经结束了比赛 嗯 如果哈 嗯 就是现在让你选择周一再见到他们 你会对他俩说个什么 咱们先说这个事儿 肯定很痛吧 哈哈哈 哈哈哈 对对 打得很棒 对不错 作为我们飞街的选手来讲啊 作为我们今天晚上古牙公布佳年华表演赛当中的一场比赛 嗯 就是一场表演赛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真的是已经尽力了 是 这个回去老板会给加鸡腿 我觉得至少粉丝要给三生以及获克一些鼓励 是吧 对 我觉得老板应该加个鸡腿啊 还是要给他们去补一补呢 对不对 嗯 没错 今天这个如果受伤应该算工伤吧 那你的意思说 对 药费可以吗 起码可以调修吧 对不对 我觉得可以有 多出来工作了一天 是不是可以多调修一天 对吧 没错 好了真的是开完开出了他两个人玩笑之后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来看一下究竟是获克能够捍卫荣誉 还是三生能够获得胜利 一起来期待一下 这场精彩的主播战双方打满了三局啊 在比赛结果揭晓之前 我想让我的搭档婉玉先来预测一下 你评价一下今天晚上两位选手的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俩表现得非常的自然 应该是这下关系比较好 我感觉我们蓝方选手发挥的更胜一筹 霍克 你觉得我们的游戏策划者霍克表现更好 对 所以你预测的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是霍克对吗 对 好我们来看看晚预测的结果到底是否正确 一号赛判员 二十九比二十八 二号赛判员 二十九比二十八 三号赛判员 三十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红方赛 祝贺三生 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有请优渥集团总裁张震先生 为双方运动员颁发奖杯还有鲜花 我相信团队的力量 了解你危险了 风带 轮番挑战 哥伦大战 即将开启 好的 古林峰现场来到虎牙功夫嘉年华的现场 武林的圣地 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 武林峰和武林龙中队是这个格斗的这个殿堂级的赛事 我们把这个游戏玩家和格斗的这个专业的格斗运动员 包括一些格斗爱好者结合在一起 那他有什么样的相通之处呢 我想请于导给我们讲一下 其实我觉得游戏和格斗运动啊 都是现代和平年代的战争表现 游戏呢更注重这个理论的操练 而格斗比赛呢更注重实战技巧的运用 电竞的赛事和体育搏竞的赛事 是有非常多的共通之处的 尤其是在这种竞技精神上 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 我们希望大家在玩游戏 在打电竞的同时 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我们不单是要去做到这种强身健体 野蛮体魄 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是 就在精神上的共通 叫做什么呢 我认为叫做家国情怀 对 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 是的 那我们现在回到比赛的现场 继续看比赛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河南卫视虎牙直播 联合主办的武林龙中队 虎牙功夫嘉年华的比赛 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一场极具特色的柔树车轮战 是由我们的超人妈妈苗杰 对阵五位女将 五位挑战者 每位都有两分钟的比赛时间 如果挑战胜利 在类主不受伤的情况之下 类主将会继续迎接挑战者 如果类主受伤 则比赛结束 我们将会公布最终的比赛结果分数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一起来欣赏这场柔树的盛宴 这次比赛与以往不同 是用柔树与车轮战的方式挑战五个人 一人打两分钟 过关后进下一关 这个需要非常大的耐力和体力 拼起来感觉有那么一丢丢的困难 但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我腰上的这条黑色腰带 会帮我轻松地击败他们 我会尽全力打好第一关 我会让你耗尽精力缴械投降 在我这终结比赛是我的最小目标 我相信团队的力量 表姐你危险了 这次我一定把你拿下 我会好好给你们上一课 让你们看看阿布扎比世界柔树大赛民主冠军的实力 我的世界有两种人 一种是傻子 一种是疯子 一种是疯子 而我绝对就是那个疯子 我是超人妈妈 阿姐 好 接下来我们率先请上的是挑战组的五位女将选手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挑战者 柔树白带选手 柔树紫带选手 李青 杨子 第四位挑战者 柔树紫带选手 王云亦 第五位也是挑战组最后一位挑战选手 柔树宗带 吴冠山 刚才已经介绍到这是一场柔树的车轮大战 所以今天五位挑战者他们的对手只有一个人 他就是2016年阿布扎比紫带金牌得主 中国女子巴西柔树黑带第一人 超人妈妈 苗俊 进 几场比赛 五回合 每回合两分钟 场上裁判员袁春波 武林龙中队虎牙公布佳年华 现在开战 然后规则的话还是咱们说好的规则 能没有 大家 然后注意保护好自己 好 定个礼 然后 第一位 第一位啊 放手 OK 好 开始 好的 朋友们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次武林龙中队虎牙公布佳年华当中的一场专业赛 这是一场柔树车轮战的挑战赛 那么一共是五位一的局面 现在是苗杰对阵白带祝晨熙 那么苗杰呢 绰号超人妈妈 停 哇 十字顾 在我说话当中 已经拿到了一个十字顾的把位 轻松的击败了第一位挑战者 那么我们的比赛规则呢 是五个挑战者轮番上阵 那么第二位将是蓝带许珊珊 那么每回合比赛是两分钟 那在手类方面就是红方选手苗杰这边只要是不受伤 或者说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能够获胜的话 那将继续往下来进行挑战 那么对于苗杰来讲下潜抱衰 这个动作非常的迅速 好继续来到侧身位 来去找对手的把位去骑腿 那么苗杰之前曾经拿到过2016年阿布扎比的紫带金牌 也是中国女子巴西柔树黑带的第一人 而今天的厂才也非常有必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这是地狱风车绰号地狱风车的袁春波老师 好拿到一个骑程的优势把位 然后下面来看一条腿已经过来了 要去坐十字构 这个把位其实已经成了 对刚才就是一个下拉的一个过程 非常轻松的赢到了一位蓝带 那接下来将继续挑战他的将是李清阳子 这是一位紫带的运动员 在2018年拿到沈阳巴西柔树公开赛 58.5公斤级的金牌 2019年全国柔树公开赛64公斤级的金牌 一样来到骑程位 李清阳子现在是给了一个吸盾 啊去内部顶住 然后继续来想要去往上去切腿 因为我们这场比赛是一场有道夫的比赛 所以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 双方运动员能抓能拿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 可能不同于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大家比较熟悉 武林龙中队的MMA的比赛啊 纯柔树系的比赛当中是不允许有垂击的情况出现 双方只是在地面进行缠斗来拿取优势的把位 每回合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现在描结还是非常好的控制住了对手 持续在一个优势位进行压制 我们来看 进攻进攻进攻要往一侧来去过 那应该马上会到南北位 但是现在李星阳子还是抓到了苗杰的裤子 好继续把自己的身体重力重心往上压 把重量压在对手的身上 马上到了南北位的位置 这已经是第三位挑战苗杰的选手了 两个人在年龄上也是差了五岁 那今天所有的挑战者几乎是 在前三位都是比苗杰要年轻的 而后面两位紫代和宗代选手跟苗杰是同样的年龄 还有最后的十秒钟 好停 好的第三场的比赛结束 还有休息吗 了解持续处于一个优势位 那车轮战接下来的 好开始 第四位 王一一年龄是三十岁 之前在蓝代的时候拿到过六十二公斤级的冠军 那同样在紫代的时候也是六十二公斤级的冠军 这是在二零二一年的时候拿到的 上来 一一的侵略性还是非常的强 那么有连续五位分别是白代的祝晨熙 蓝代的许珊珊和紫代的李清杨子 以及紫代的王一一和宗代的吴冠山来挑战苗杰 作为中国女子巴西柔树黑代的第一人 描结这场比赛的确不大好拿 现在挂腿上来 拉对手进步道府 往内围来拉对手 把对手的手给推开 推一只手 然后踩胯 把对手给顶起 好的反身蹬过来 非常巧妙的一招 转过来之后 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个优势的位置 最后的十秒钟顶过来之后持续的上压 四 三 二 二 三 二 三 好停 好停 滚了紫代组的亚军 两个人一上来也并没有客气太多 那苗杰还是在上位要去压对手 吴冠山的西顿做的不错 两条腿都塞了进来 那苗杰这边的力量施压给的还不错 还是往一侧来转 进腿 的确柔树的比赛 一个非常细小的动作 两个人发力就在转瞬即逝一瞬间 继续的去拉对手 拉住道夫做一个支撑 进行下一步战术的安排和部署 此刻现在想往一侧转的话不大容易 而且在我们这个场地的比赛 其实如果到龙边的话 龙边是会给他们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 有一定的限制 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苗杰还是在持续的做一个防守 目前做的还不错 上顶被对手压回来 好挑开 好的 过来持续上压 又到了侧身位去压住对手 往一侧来转 车轮战的第五场比赛结束 看来这也都是老朋友了 之间的兴兴相惜 自然是不必多言 整个的车轮战的五场比赛 在我们看来还是非常精彩的 那这场上的六位运动员也相当于是没有放弃任何一条 属于自己腰带比赛过程当中的机会 还是给我们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 巴西柔术规则的车轮战 下面我们宣布这场女子柔术车轮战的最终结果 场上我们的挑战方式以1比4告负 所以获胜选手就是我们的超人妈妈 苗杰 祝福瞄结再次捍卫了他柔术黑带的绝对实力 面对五位挑战者的车轮战 瞄结4比1击败了挑战队伍 来 接下来我们有请武林峰副总制片人杜某游先生 为双方的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 对我不管怎么打我觉得白带蓝带我都会赢 然后后面的紫带我就觉得可能会有一点 因为每个人到达紫带了之后并不是很容易就想服了 而且大家都服我又是黑带 然后大家都卯着劲地想打我 所以他们的刚刚跟我打的两个紫带 其实实力也很长 所以已经接近快要往中带上面伸了 然后最后一个是我怀完孩子 其实我们之前就碰过 然后然后差也很长 他今天跟他打的时候 不差点有个被他翻过去 还好 四爷也感谢武林峰 给让我尝试一下这么多年的柔道 居然可以在笼子里面发挥出来 这也是你第一次在我们的专业雷台上 知道柔术的表现 对 同时我挺感谢我的五位队 然后可能有机会的话 我们大家再战一次 同时今天的环境也受影响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发挥 没有得到之处 对对对 2021年5月15日 河南卫视武林农中队 最顶尖搏击选手 与虎牙直播最顶流主播 在禅宗祖庭功夫圣地的松山少林 上演了一场神尚新潮的格斗比赛 武林农中队虎牙功夫嘉年华 当晚虎牙直播在线观看人数 达到三千六百万 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三十亿 多次冲上微博热搜 抖音热搜排行榜第一 线上线下充满了快活空气 一时间流量汹涌 节目效果拉满 创造了现象级效应 2021年武林农中队虎牙功夫嘉年华 将在河南登峰 湖北实验武当山 河南温县陈江沟 广东佛山 少林 太奇 武当 永春的发源地上演四场顶级格斗 致敬中国传统功夫 首场落地松山少林 特邀影视明星向左 与跨界达人药水哥 心情开战 更由虎牙一哥张大仙 心情解说 河南卫视主持人刘文 与知名主播晚宇跨界主持 当药水哥与向左比赛 进行到第三回合时 海量弹幕覆盖虎牙直播间 用吃瓜思维 实现破捐效应 最终打破娱乐与竞技的偏见 武林龙中队 护牙功夫加年华 给行业跨界提供了一种全新标杆 通过搏击家游戏 加传舞的有机结合 让大众离格斗更近 让格斗变得更加有趣 武林龙中队 护牙功夫加年华 青春正好 力量正好 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场 72公斤级的最强的打击战 这场比赛 大家已经期待了非常久的时间 两位呢 一位是2016年武林峰 70公斤级的新人王 另外一位是武林峰 2020年度 70公斤级的超级新人王 蓝方选手 绰号 小西独 先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 小时候特别痴迷武术 总梦想着 帐剑组里面啊 行侠帐印 现在是武林峰2020 超级新人王 70公斤级冠军 这就是我 小西独 欧阳峰 都说天下武功初少年 作为习武之人 仰慕于己 我一直认为习武之人 都有自己的使命 每一次的挥拳和流汗 都会感觉到自己会越来越好 小西独 因为我知道 只有我变强大了 才会遇到比自己更强大 此次借松山少年宝地圆了自己的武侠梦 我更希望能在这个路牌上找到和吸毒一样独目无名的东邪 达出最强大的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吸毒今天晚上的对手 既不是东邪 也不是南地 更不是北盖 而是金刚 这位出生于1997年的运动员 他曾经获得过2016年武林峰70公斤级的新人王 2017年南太平洋州 洲际金腰带的荣誉 今天他代表锐格斗综合竞技中心出战 他也被全迷称之为永动鸡 他是赛场上永远不会疲劳的那个男人 他就是韩文豹 其实两位选手彼此之间并不陌生 他们在武林峰当中也有过交手 今天晚上在虎牙功夫嘉年华的现场 他们将要采用的就是WLF武林峰的规则 三回合 每回合三分钟 场上裁判员赵岩 武林龙中队虎牙功夫嘉年华 现在开战 我们在中国正时面华的密集团 我们在中国正面华的地团 这边是伏林龙中队虎牙功夫发布 进一既度 我们在中国正面华的产生 松山少林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 我是平安玉成 各位好 那其实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 则是今天晚上的一场最强打击之战 因为两个人都是这种拼大型出身的运动员 比赛体重来到了72公斤 对着双胞 红胞 韩文豹 蓝胞 欧阳峰 韩文豹绰号金刚 而欧阳峰的绰号则是小吸毒 两个人对于我们武林峰的各位朋友们来讲 应该会非常的熟悉 因为一个是韩文豹 武林匹70公斤级的新人王 职业战第11战 11胜17战 欧阳峰则是WLF2020年的超级新人王 以及IPCC中国区70公斤级 对亲腰带的拥有者 好的 一上来两个人果然就像我们这场比赛的定义一样 最强打击之战 两个人的进攻速力非常的好 而且保持着也都不错 好的 还有 还有 好的 两个人在平拳的过程当中也是你来我往 但是我们能看到防守端做得都不错 好的 一个顶心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场地地板用料的原因 和现场大雨的原因 所以两个人攻击在起腿上应该用的并不会太多 内围的这样的顶心 还有基辅跟上钩的动作应该会更多的出现在画面当中 果然又是一个上钩 先前摆后摆 前刺 欧阳峰今天拳的准确度打得都不错 这种大开大合的打法也是他一直以来最为习惯的一种打法 而且欧阳峰第一回合整个在防守端做得也相当的好 欧阳峰有好几次想到外围进内围这样的打击 或者说内围当中的持续打击都被他防住了 我们通过画面也可以非常清晰的能够感觉到 欧阳峰今天上支的摇闪做得也是相当的精彩 给一个正灯 前摆轮空 没有丈量好对手自己身体之间的距离 第一回合还有十秒钟结束 好的 这个三样的基辅之后马上给了一个后摆 好的 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那整个第一回合的比赛我们通过曼金桃也能够感受到 欧阳峰在自己身体相知的摇闪上 第一回合明显比航空包做得要好 先 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一上来韩文豹还是要积极的往内围去打 因为两个人其实在身高地点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欧阳峰在身高上是6公分的优势182公分 地点上是5公分的优势182公分 韩文豹是175公分 所以我们也感觉一上来在第二回合 韩文豹也是马上改变了一下自己的进攻的战术 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刷架防守 往对手的内围来进 但是欧阳峰很快改变了自己的打法 就航空包一进来之后 自己的输出马上就会追上 先是两拳上头 然后紧接着就开始去击打对手的内部 或者给一个鼎息 到一下对手的腹部又是一个 两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平全白热化的状态 进攻输出几乎一刻不停 起腿给中扫 这场比赛还是那句话强调一下比赛目前现场的特殊性 但是两个运动员可能在自由国际的规则下 可能起腿的过程会更少一些 这个前排打得很重 上钩现在的进攻输出端 平次也上来了 而且这几个空隙找的都非常的好 越打越清晰 这个上钩 上钩现在一个前排 这个后直塞得非常的准 自己的拳在线路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就是一个吉普 我觉得对于目前的欧阳峰来讲 就是对手寒暴进到自己内围以后 自己的进攻输出一定不要停 要把对手持续给逼出去 要不然就是持续的给对手在上围进行一个打击 那这样的话在基辅的位置留出空间之后 给一个顶膝或者给一个基辅的动作 也还都是能够完成自己的进攻输出的 好的 又是一个 哎滑了一下有点可惜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保持了非常高的进攻的频次 见证了这样内外围相结合的动作可能会略少一些 那么进入到内围之后自己上身的摇闪 以及自己在出拳变相过程当中打出更多的组合方法 可能会成功的进攻 吗 好 好的 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对 呃其实进入到内围之后这样的对 は 好,对于韩文豹来讲还是可以去打一打 而欧阳峰这回合其实可以去打一打距离上的控制 第一位的扫踢 这个侧踹给的不错 去踢定手的支撑腿,又是给了一个顶膝过来 好,两个人的拳的确是非常的硬 到了第三回合,依然上来进攻输出 一点都没有想少的意思 就是一个前摆 接低位的扫踢,前腿接后腿顶膝 其实欧阳峰在,尤其是第一回合后半段跟第二回合中段的时候 他的进攻节奏打的还是不错的 那持续的内围的这样侧位的顶膝也是给自己带来了不少的利好 两拳接一腿 韩文鲍的确在这回合明显增加了自己在进攻方式上的改变 腿明显是用的更多了 两拳一腿再接一拳或者两拳一腿这样的组合性进攻也是打得有声有色 而他的对手欧阳峰这边那也是为了回应对手的这样的改变和打击 那自己在腿上的输出也会变得更多了起来 尤其是到了内围之后给的顶膝也是越来越多 又是一腿回一腿 两个人的确是非常的拼啊 就是拳腿之间你来我往 你给顶膝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就是找了一个行为合适的时候 一样一个顶膝会回到对方的身上 而我们现在看在出拳的线路和拳的频次上 韩文豹这边是要高于对方 感觉韩文豹在第三回合的进攻节奏突然提速 让欧阳峰这边有略微一点点的不适应 加油 加油 又是进到内围 欧阳峰这边在韩文豹进内围的时候 还是要更多的给予他一些阻击 就像刚才这样前手的直拳 还是要往对手的中文去塞 不然的话对手持续这样太容易进到内围之后 两拳接一腿再接一拳这样的骨盒 还是能够收获不少的利好 就是一个扫踢 而持续的拼内围 此刻对于欧阳峰来讲 明显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第三回合即将结束 对这样中距离的击打啊 应该会给他带来更多更好的效果 那此刻双方三个回合的比赛就此结束 那在比赛的第三回合 韩文豹忽然间把自己的最强打击之战 那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这场比赛来自武林峰的两位顶低高手 展现出了他们在这个级别当中各自的实力 虽然场地比较湿滑 但是两位全场比赛没有一次倒地 而且在打到最后时刻 依然是赢着对方在不断地进攻 所以我们来期待一下看一看最后的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员28比29 二号裁判员28比29 三号裁判员28比29 比赛结果蓝方胜 祝贺欧阳峰 有请优沃集团总裁张震先生 为双方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 当然我们也感谢韩文貌 谢谢双方为大家带来了这场精彩的较量 阿豹这一次 我感觉你没有在擂台上发挥 你的真实水平 也不是吧 也不完全是 自己发挥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就不要怪天气 这就是我真正的实力 不能怪天气 下雨打比赛其实很洋爽 对 然后就不能怪天气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在第一次打完之后 我们已经针对他制定了详细的针对性的战术 但是由于天气我们感受到之后 就立马调整了战术 但是第一局确实是阿豹战略士 但是我觉得第二回合跟第三回合 他们两个打得非常接近 我觉得完全可以加赛一局 你两次都没有把欧阳峰给打败 是不是有信有不甘呢 下次再来吧 我始终相信自己的实力 我也相信他 然后我们期待三分战吧 恭喜阿豹战啊 其实这场比赛 我觉得对你们专业的运动员来说 非常艰难 因为要下雨 地面很滑 对 每次的比赛不一样的场地 挑战不一样的事 这个场地的试华 让我们双方的战术